今天來到這裡 人情一間算計 帶大家來看 不只蕭敬騰 林書瑋 還有林書豪 沒錯 小妹我今天就要用這段Rap 來向林書豪致敬囉 曾經掀起中文 饒舌freestyle風潮的林書豪 反台第一個晚上 就要用球鞋freestyle給你看 這也是為什麼現場聚集了 這麼多觀眾朋友 而且除了他 今天還有隔場天網 蕭敬騰組隊要來踢館 當主持人問到 請問現場誰是會打籃球時 這種所期的人物準備要出場 結果蕭敬騰毫不害羞的 自己走進來 直接向NBA球信 林書豪下站鐵要PK技術挑戰賽 只見兩個人運球上籃都沒有問題 但是來到三分球的環節 林書豪確實一個球 兩個球都沒進 讓觀眾看得好悶 覺得奶安 接著舞蹈的重頭戲登場 黑隊友林書豪擔任隊長 教練兼球員 他今天的戰術很特別 沒有分鐘就讓隊員 無上無下全部交替 目的是希望能讓 喜歡打籃球的朋友們 都能享受到在場上的時刻 而且仔細一看 大家相當熟悉的弟弟 林書豪也在隊上 林書豪曾經說過 自己非常想做的一件事 就是希望能到現場 親眼看弟弟打球 其實難怪他上半場 完全沒有上場 看得相當專注 另外一邊 有肖劍騰領前的白盾 也是來真的 半場結束 他們只有小小落後三分 而且隊長老夏還狂飆 外線搶鏡頭 終於在場下的林書豪 也坐不住啦 一上場先是輕鬆上籃 而且還示範什麼叫做 又麻又辣的定板追魂鍋 讓現場觀眾都看得快要暴動了 看到這裡老蕭不甘心 還要自己一對一挑戰林書豪 好啦今天就把一個最佳勇氣獎給你 這個晚上不只看到林書豪和老蕭同場 錶球季 還可以看到他和弟弟同時上場表現 合作無間 已經讓人覺得很過癮了 貼心的林書豪最後還在加碼 全部讓開讓我來 這季灌籃 Thank you very much 還翻全場 也為今天的活動畫下完美Ending YTV新聞